两大一小,这么大的箱子 都只是做一个 Internet Switch 当然,这么大餐东西 不会便宜 当然,这些又是野火的产品 Silent Angel 推出的 High End Switch 即是正常的Switch 接着,很漂亮的钟要给它 所以是其中一个钟 很漂亮的供电再给它 其中一个供电 一个Switch,一分为三 玩到这样? HELLO,大家好,我是国人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试试的产品 就是台湾 Silent Angel 的 旗舰 Audio Grade Internet Switch Bond NX 加上专属的主时钟 和同厂的Analog Power Supply 正式介绍之前想和大家说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片段都挺好看 不妨给个赞 或者考虑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有新便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去看 一只Internet Switch 的功能 要分开三部机来做 都挺夸张的 我们看看开箱 好,开箱了 真的有电线 还有网线 Bond NX 全只机身都是厚身 铝材製组 机脚是三只金属脚 Fuse 在底部 100-240V Univeral Voltage 当然这里看到有IC电源插 你可以自己给一个漂亮的12V DC 另外有Ground Port 接着有25MHz 的Clock signal 输入 有个按针 你可以选用Internal Clock 接着就是8组的Land Port 这个是118-1000V 这是S,这是中线 电线不重要 它已经给了一些漂亮的BNC 中线 总共有四条 很重 电线100-240V 又是Universal Voltage 你可以使用市电 同一时间,你也可以使用12V DC Input 又是有Ground Port 可以给你搏地盒 分别有四组时钟的输出 有两组是10MHz 有两组是25MHz 机的前面 就是什么都没有 把箱全部放进去之后 我们开启第三个 Sunday Angel 自己的Linear Power Supply 没错,就是F2 它有两组12V DC 的输出 两组5V DC 的输出 这里就有两条电线 现在开箱完毕 我没想过开启动 也能开到这么累 Sunday Angel 来自台湾 产品在内地组装 专注做数码音响产品 除了今次实试的数码周边产品之外 它们的另一主力 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串流播放机 而且售价有便宜亦有贵 顺带提一提 如果大家觉得今次实试的旗舰作 Bond NX 太贵 勾了笔的话 其实厂方还有一只 叫做Bond M8 Pro 价钱便宜了一大截 里面包括线路板设计 供电和主时钟 基本上与今次实试的旗舰作 Bond NX 有很多地方都很接近 亦非常适合一些有要求的发烧友 说回今次实试的主角Bond NX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网络传书的讯号是非常准确的 利用一只$200的Switch 还是一只$200,000的Switch 都一样可以完整播放同一首歌 但是为什么一只更漂亮的Internet Switch 是会令到声音的听感会提升呢? 其实网络传送资料的方式 无论是TCP 还是UDP 都好 都有很大的容错率 所以其实传送的环境 是有大量的习信干扰存在 它都可以准确地传送 而这些习信干扰 如果是进入了非常敏感的音响器材里面 当然不会令到它播放不了 但就会影响到它的音质下降 而这个亦是很多朋友觉得 网络听歌好像硬是不知为什么 很难做到很好声的其中一个原因 这些习信和干扰究竟在哪里来呢? 其中一个污染的源头 就是来自网络产品里的供电 特别有些平价的Switch 用的供电更加廉价 有习信之外也稍微不稳定 而Born NX 里面的开关供电 是特别针对高频噪音做修正 供电本身也做了足够的屏蔽 减低干扰 第二个重点就是这部机里面有个相当准确的时钟 机里面的主时钟精震器是TC-EXO 令到器材可以在一个更加低的Jita 即是数码时机失真的情况之下运作 没错网络传送有误差是可以即时修正的 但一个更加准确的时钟是可以令到出现误差的机会更加低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阻隔外来大气电波干扰 以及机里面线路板运作时的商户干扰 首先今次实试的两部机都是用双层机壳 外面那一层就是用航天铝材制作 里面还有一层铁造机壳 双层机壳确保外来干扰不会进入机里面 而机里面的线路板今次是自家生产 而不像入门版的Internet Switch M8 受成本所限是需要买现成的产品来进行魔改 所以8个Internet Port可以分得开软一点 目的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令到Switch每一个运作的零件都尽量分开一点 减低商户干扰 还有Land Port的灯亦都可以拍制关掉它 关掉灯再减低干扰 几项因素加起来令到BONNX 除了本身是一个运作得非常准确和精良的Internet Switch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它传送出去的讯息更加准确 而且不会有干扰传送到寸流机里面 接着谈谈独立主时钟Genesis GX 机壳、机脚、供电 基本上都是与BONNX是同一个等级 但大家看到机后四组输出 除了两组10MHz之外 还有两组25MHz的输出 是否比较少见 厂方指出10MHz主要是给GPS使用 而Internet Switch晶片所需要的讯号是25MHz 所以如果机器接收10MHz的话 器材是需要将讯号再改成25MHz才可以用到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就会有Phrase Noise 而且Jita亦无可避免会增加 令到输出的波形不够漂亮 而Syling Angel这个25MHz 厂方称之为Direct Clock 就可以传送到机内的晶片直接使用 而Genesis GX 里面的四组主时钟输出 亦都是四组独立TCXO的征振器 独立运作 目的亦希望可以减低干扰 有关Syling Angel 产品背后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我在画面的右上角就刊登 草巴发烧音响不忌 草巴就与Syling Angel 的CTO Clorus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访问 你看到这个影片就会更加了解 本身是IT 出身的设计师 如何去设计一个更加理想的数码音响产品 好,现在是录音了 Gron NX 和Genesis GX 接下来的Foxster F2 是Linear Power Supply Rune Core 都是Syling Angel 的RAN Z1 V2 接下来是Digital Renderer 是奥拉利的LSG2 经Mute MC3 Plus USB 洗水 接下来法国TotalDeck 的解码 解码直出美国Oceanway Audio 的Pro 3 Reference Monitor i dream of you 成 mesures将祸光 水共我疯狂 是方名的 唐容 , 结尺 片坟 预氏 温欧 人 i know it my bloody no sleepin' you're on your tail as long come a murder the fire from my bad side make your momma sad sid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side might seduce your dad side and i'll be there you got a friend you see that there are cliffs to see and jungles you must cross it's the beat what heart of you oh 字幕组合作 好了, 我现在谈谈声音 供电和锅器都可以改良 已经足以令整个声音提升, 可闻 主要是声音干净一点, 毛粗感会少了 凌觉会少了, 没有那么多砂石, 会比较顺滑一点 在这套系统里, 听得很明显 例如DAR STRIX, 或者 BEYOND 所谓恶声少少的声音 换了这套Switch后, 它不是没有高音 但它是会顺利, 恶恶的声音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小微的濕碎声, 声尾是多了 天龙的试音碟, 和Trimpix 的Wingframe 这两个Cut 都是 在背景上, 有很多很小很小的缓咒 打拍子, 或者有些敲击很小的声音 以往都听到, 不过要比较流心点才听到 但换了这套Switch 其实不需要太流心, 你都已经听得到 微动态很细致的东西 便换了 至于音色平衡度 Switch 的改动, 不会影响到声音 当然, 去到这么贵的Switch 我相信用家都必须要 本身要有一套相当高级 有质素的音响才能够够够 至于不足方面 其实老实, 以这样的制作 价钱不算收得贵 反而最大的问题, 它占的位置很多 你想想, 一个Switch 需要三部机的位置 所以要玩这部机 你都要在空间上相当充裕 才可以搞得到 或者像我这样, 逼逼地 三部机放在一个架子里也行 好了, 实试来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在本片说明栏 看看卖多少钱 以及可以上去土瓜环 V8 HiFi 约时间实试一下这部机 除了看标题之外 自己亲身感受都非常重要 好了, 今天和大家实试 台湾Silent Angel的Kelam Internet Switch Bond NX 以及主持中Genesis GX 以及它的Analog Power Supply Foster F2 一门三极的产品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们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 记得按住频道旁边的小铃 有新片出来, 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老实, 这类型的产品 就真的很有议论性 所以我们的频道虽然是试音响 什么音响我们都要试 但是, 类似的产品 大家要留意 一年都试不到一、两次 希望若干程度可以满足到 喜欢看这类型产品的朋友 不太喜欢看的朋友 就多多包涵了 下次再和大家介绍一下 不同类型的音响产品 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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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